姐 如果这是你的建议的话 这一次我听不了你呢 悠扬 悠扬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刚刚在悠扬面前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是什么立场 你发表你的立场 立场啊 喂 姐姐 我是小李啊 今天下午呢 我爸妈就到你家了 李欧阳呢 会去机场接他 你呢 也收拾收拾 把家里面的行李 该搬走搬走了啊 小李 我觉得你这样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哎 姐姐 您说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 当初是谁跟我说的 让我搬到你们家住 你来照顾我来着 我搬到你们家吃不好睡不好 这也就算了 你说我爸妈千里迢迢迢的来到你家是吧 你让他们怎么住啊 那你说我是为了谁呢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邻家有后了 我马上搬到你家 我马上搬家 好 再见 你说 我牺牲了这么大 我为了谁 我为了谁 你说 你说话呀 赶紧收拾呀 搬家 你坐着干什么走 要说是你收拾 我也觉得很累了 你什么意思呀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也像悠杨一样不听我话了 不以我为主了 对 我发现了 这段时间你老是阴阳拐气的 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想干什么 我们离婚吧 我发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